这是一只神奇的兔子雕像 它可以满足拥有者 三个不同的愿望 假如让你拥有它 你会许什么愿呢 但这只兔子并不像 普通的许愿精灵那么简单 如果你许的愿望过于贪婪和虚荣 等待你的就是兔子雕像的报复 话不多说 小编今天要讲的故事 是9号密室第四季第六集 命中注定 老人弗兰克多年前在印度旅行时 意外得到了这只兔子 并且许下了三个愿望 在愿望成真的同时 与之而来的还有可怕的恶语 就是希望能一夜报复 于是乎弗兰克就中了 350万英镑的头号大奖 他用这笔钱送哥哥去旅行 结果哥哥在途中遇难世事 弗兰克的妻子很胖 所以他的第二个愿望 便是希望妻子能瘦下来 愿望也成真了 但减肥的办法就是妻子得了癌症 半年后妻子就不治身亡 经过这些之后 弗兰克明白了 这些幸运或是不幸 都是来自于这座兔子雕像 于是他把雕像包了起来 对着摄像机录下了自己的最后遗言 随后就上吊自禁了 可奇怪的是 在警察的试检报告中 弗兰克的死因并不是上吊而亡 而是不小心摔倒撞击到头部身亡 事情肯定还有蹊跷 别忘了 弗兰克的第三个愿望 咱们还不知道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再往下看 因为弗兰克是孤寡老人 没有亲人在身边 政府便安排了三个社会工作人员 上门清点财产进行评估 于是二侧一行 三人来到了弗兰克家中 一进家门 映入眼帘的便是堆积如山的包裹 并且很多都是全新为拆封的 他们不禁说道 老人大概是个购物狂 刚说完 三人就发现了 弗兰克中的彩票奖牌 问题来了 一个有钱人为何会 住在这间阴暗狭小的房子呢 真的很是奇怪 房子不仅小 等到二侧和黑妹在厨房清点时 还发现了一只死老鼠 有钱人家老鼠都不打扫的吗 黑妹接过装有老鼠尸体的袋子 挂到了门把手上 正转身的时候 看见卧室的门突然动了一下 好奇心害死猫 黑妹当然要进去看一眼 从一面镜子上 她看见了弗兰克妻子的照片 放回照片时不小心碰到了镜子 镜子竟然弹开了 难道镜子后面还有东西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有一个保险柜 黑妹心中立马想起了 弗兰克中的头疼彩票 奖金不会都藏在这里吧 带着疑惑的目光 和贪婪的欲望 黑妹的手伸向了保险柜 黑妹被吓了一大跳 先不说吞不吞掉这些钱 为了清点财物 咱们也要打开呀 黑妹拿着弗兰克老婆的照片说 你是下她老婆的生日 看看密码对不对 果不其然保险柜打开了 但里面没有钱 只有一盘录像带 和一个写着字的包裹 上面写着危险 千万别打开 胖胖觉得这是恶作剧 于是拿出刀 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包裹 里面竟然是个兔子雕像 看起来平平无奇 可为什么要包起来 还写上了警示语呢 想必一定有秘密 接着胖胖拿起录像带 就打算先看看再说 打开录像带后 弗兰克在里面说道 那只兔子很危险 它能让持有者愿望成真 也能让对方万劫不复 看到的人千万别打开 随后弗兰克就在镜头前 上吊自尽了 胖胖认为弗兰克 是一位妻子离世悲痛不已 逃避现实而产生的执念 把过错都归咎于一个兔子雕像上 二侧开口说 这是一只野兔哎 古今中外的记载中 野兔和巫术都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说不定事情真的就这么邪门 胖胖还是没有放在心上 招呼两人说先工作吧 不然就不能准点下班了 当胖胖穿过房门时 突然看见大门把手上的 袋子在不断蠕动 要知道这里面装的 可是死老鼠啊 怎么还会动啊 原来看录像带之前 二侧拿着兔子雕塞 不小心用完笑话许了个院 就是这么不小心 老鼠就被复活了 三人又找到了弗兰克的日记 日记中也记录了 他在许愿后经历的厄运 妻子离世后 弗兰克卖掉了豪宅 住进了这个小房子 不断购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为的就是想快点散财 赶走身边的厄运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一进门 会有那么多未拆的包裹 看来弗兰克说的都是真的 但他许下的第三个愿望 日记中却找不到记载 胖胖还是认为弗兰克 因为年纪大了精神错乱 所以编造了这些东西 在他看来这都是虚幻的 可黑妹却对此深信不疑 就当二侧清理地板时 黑妹趁他不注意 手拿兔子雕像许了个愿 二侧听后很气烦 你明明知道会招来乐运 为什么还要做同样的蠢事 黑妹已经被欲望蒙蔽了 根本不听二侧的劝道 那这个愿望真的成功了吗 二侧撬开地板时 发现里面有个塑料袋 两人以为真的有钱来了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大富翁的游戏钞票 当二侧松了一口气时 另一边的胖胖 在房间收拾时 打开了一个大富翁的盒子 里面马放着将近十万英镑 野兔雕塑看来是开始搞事情了 胖胖手里拿着这笔钱 想起了自己瘫痪的儿子 有了这笔钱 孩子就能做手术了 瞬间也起了贪念之心 抓起钞票就开始往口袋里赛 下一秒就被二侧撞得正着 胖胖只能一边狡辩 一边把钱放回了原位 黑妹一看 这不正是自己 许下的九点三万英镑吗 一把就抢过胖胖手里的盒子 抓起就往外跑去 二侧和胖胖跟到了客厅 黑妹一手拿着钱 一手拿着野兔雕塑 激动地说你们在靠近 我就把你们变成坐垫 两人一脸猛逼 黑妹看起来像是中邪了一般 二侧用温柔的语气 劝解黑妹不要一气用事 一旦被厄运缠身 后果将不堪设想 说不定以后你就会很有钱 不要急着用雕塑便有钱 让未来给你惊喜吧 话刚说完 黑妹身边的运动 被她自己碰掉 下一秒 就这样黑妹背 刚刚撬开的地板 一钉子砸中脑袋 倒地便领了盒饭 黑妹死得太突然 二侧不知所措 打算用野兔雕塑许愿 让黑妹复活 可又担心这么做 自己也会招来厄运 好一个纠结 这时 胖胖宽慰二侧 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人死不能复生 我们就当作是一个工作意外 还是按流程处理吧 把钱交给我 我带回公司上交 哎嘿 胖胖看来也十分想要那笔钱 作为共事这么多年的同事 二侧看穿了胖胖的心思 便劝她说这笔钱已经被诅咒了 谁用谁倒霉 两人相识这么久 二侧不愿意看到胖胖 和黑妹有一样的结局 很快两人便起了争执 胖胖还是固执自己的想法 还说要不咱们一人一半 可二侧根本就没想要钱 他突然话锋一转 如果弗兰克是上吊自杀 那又是谁把包裹和录像带 放进保险柜的呢 难道弗兰克只是伪装了死亡 其实还一直活着 见此情形胖胖急眼了 情急之下说出了真相 胖胖用野兔雕塑打晕了二侧 借着身腿剃断了瓦斯管 这是要伪装一场意外呀 原来胖胖之前 就听说弗兰克很有钱 于是便上门寻求对方 借钱给儿子治疗手术 弗兰克一把就回绝了 因为钱是许愿得到的 谁用谁倒霉 不料胖胖生气了 一上头就把弗兰克给杀了 还制造了弗兰克 不慎摔倒致死的假象 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之后又利用工作制变 来到弗兰克家中清点财物 看能不能薅到羊毛 胖胖拿着奈何钱准备离开时 突然看到了一个黑鹰走进厨房 嘴里还说着好饿啊 怎么没吃的了 胖胖仔细一看 好家伙 居然是弗兰克 他不是死了吗 再看弗兰克身上的样子 好像都已经开始腐烂了 活脱脱一个老丧尸 原来弗兰克许下的第三个愿望 妻子离世后 弗兰克很悲痛 自杀过无数次 但总会死而复生 之前录完遗言上吊也是真的 只不过又再次苏醒了过来 看自己没死成 便把录像带和雕像锁进了柜子 弗兰克很平静 并没有责备胖胖之前杀害了自己 这是二次行动 谢谢 这时二次行动 用雕塑许愿让胖胖的儿子恢复健康 胖胖抱着儿子 相信了野兔雕塑的力量 可他却忘记了瓦斯的事情 而现在也已经晚了 弗兰克又恰好在烧水 打开了燃气灶 造成了爆炸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一集的片名叫命中注定 当你用野兔雕塑许下愿望 命运会随之改变 那也注定会厄运缠身 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贪婪的欲望 最后二侧许愿胖胖的儿子健康 小编觉得是为了报复胖胖要杀自己 因为他始终是清楚 实现一个愿望是要付出代价的 即使当时想复活黑妹 他还是清醒的 所以个人认为 他是想报复胖胖 而不是单纯只是想实现胖胖的愿望 他已经许了愿望复活老鼠 所以他终归会付出代价的 便也不害怕再许个愿望 弗兰克则是最终赢家 所有涉及到愿望的人 都以生命作为代价 然后弗兰克却始终能够 实现愿望一直活着 即便是活得有些痛苦 这集故事来自 九号密室第四集第六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哦 相信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叫做命中注定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